台八线中横公路15号有名男性机车骑士和朋友夜游荷欢山 疑似因为精神不济在行经123.7公里处居然跌落了20米深的边坡 经空情总队出动了直升机以吊挂方式赶快把他送一急救 据了解无性机车骑士一行7人共5男2女从新北市出发准备夜冲荷欢山 不料15号凌晨在6点多时无难疑似精神不济衰落20公尺深的边坡 满脸是险当场失去意识 经本所同仁到场处理发现一名众无性骑士 行经台八线123.7G关道处不明原因衰落30公尺深的深谷 并联系消防队九大队管理站行山员等到场协助 并与洞八山洞有公寄队将伤患以吊挂方式送直击医院治疗 目前伤患生命气象正常 前身多处适列伤观察中 警方呼应在行经3期道路减速慢行小心驾驶 警方表示男性骑士年约18岁 伤势严重不太乐观 正深入调查详细事故原因 记者林杰 秀林江采访报道